《山海经》是一部奇书 它是《上古三经》之一 还有《黄帝内经》《易经》 实际上我们拿起这本书去看 好像没有什么 无非讲一些地理上面的一些资源 包括生物、人类 长了什么样的动物 有什么资源 活多久 它既是一部地理也是一部历史 我们发现很多东西它都是分不开的 现在科学把它都分开了 研究可以 但是最后它还是都是一体 因为时代变迁 在那个时候 那个历史 它有什么地理 这个地理代表什么时候的历史 所以它是一部考试的一本书 它也是历史 它是神话 但是它是一部确凿有证据的神话 它不是说像现在我们写学化小说 随便就是 就是说以量取胜 古时候 那个字 那是一字千金 最起初 要刻在这个石头上 后来刻在书简上 后来合字印刷 后来纸 而且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现在科学就是生活日常 就是这些物的方面比较强 所以说那个时候非常珍惜 不会乱写 至于说它的作者呢不可考究了 我们就理解上这个上天传来的吧 时间也不能缺少 但是它的里面的一些动物 就是所谓上古神兽 多久具体不知道 像一些东西现在还有 比如说穿山甲 当然那个可能也是囚鱼 跟穿山甲长的有点区别 就反正有那么个动物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神兽怪兽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不认为 没有的时候 那我们觉得 是吧 你看消失的剑齿虎 那老虎牙能长那么长 那大象 那能比现在的大好几倍吗 那象牙 又到天上去吗 那我们都说它是怪兽 但是那个时候 它这个就是正常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 它们记载了很多奇形怪状的动物 以及各种的人 有的寿命很长 有的个子很高 有的样子很奇怪 这就是 天地的结论 曾经有过它们的好的时候 也许它们是 就是违背了自然 也许一些不好的运气 比如说心体撞击 甚至说外形侵略 内部战争都有可能 还有就是 它这本书 它实际上 现在考察 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有人 穷其一生去研究它 因为上古的资料很少 这些东西很珍贵的 发现它是 整个 现在七大洲 就是所有的这个这个 地球板块 是整个的一个地球的 这么一个 地理考察 那个时候就 就回到我们说 大陆飘移板块之前 至少它的中期 所以说 我们可以去好好看看 那些都是曾经 我们的这种沧桑感 都在其中 那些人 说不定就是我们的祖先 那些动物 说不定也是 你能懂 那对于我们的历史 地理生物科学 都有些简易 是